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兄姊妹 早安 感谢主 美好的事 美好的事 我常常说美好的事 弟兄姊妹一定要一直的宣告 这美好的事是从众共自负来的 我们是他的孩子 他不赐福给我们 他要赐福给谁呢 今天我们要读约翰福音第九章1到12节 我们先来读第一节 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 门徒问耶稣说 拉比 这人生来是瞎眼的 是谁犯了罪 是这人呢 是他父母呢 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座为来 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到拆我来者的功 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功了 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 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 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 对他说你往西罗亚之子里去洗 西罗亚犯出来就是奉差遣 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 他的灵色和那树长看见他是讨犯的 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做着讨犯的人吗 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 却是像他 他自己说是我 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 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 他和你磨我的眼睛 对我说你往西罗亚之子去洗 我去一洗就看见了 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 他说我不知道 迪文姐妹这是一个瞎子被打开 有医治恩次的人都知道 叫瞎眼看见是最困难的 可是迪文姐妹耶稣在那边做了很特别的事情 就是用泥巴或者口水就抹他的眼睛 然后他去西罗亚之子一洗 他就看见了 他的眼睛就打开了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 那迪文姐妹我们看见 这个从一开始 这个就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这种人就看见这个是瞎子 他说这个人为什么会瞎呢 所以迪文姐妹 我们常常遇见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问到底是谁有问题 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我不是说不可以问 可是迪文姐妹 我们常常我们的想法 常常可能都是有问题的 我们不要每一件事都用是非来定论 迪文姐妹交托在神的手中 那耶稣告诉他们说 不是这个瞎子犯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罪 是为了在他身上 要显出神的荣耀来 所以迪文姐妹很重要的是 无论反面的事情 正面的事情 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让这些事情 显出谁的荣耀呢 上帝的荣耀 所以迪文姐妹 我们感谢神的恩恋 那今天呢 我觉得有一句话 非常的要紧 就是第四节 耶稣说 趁着白日 我们必须做那才我来自的工 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 他说趁着白日 我们必须做那才我来自的工 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 我们姐妹 我就想起 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听见一个姐妹的见证 她就说到 在她那个见证里面 她就说到 她在大学的时候 有一些从台湾去美国读书的 有一个姐妹 也是非常好的基督徒 她很快就透过同学会 就认识这个姐妹 然后她就去探访她 希望她能够参加学校的校养团契聚会 她很稀奇 就看见这个姐妹的桌子上 有一个经文卡 就黏在她的桌子上 上面写着她自己抄的一节圣经 就是九章的第四节 趁着白日 我们必须做那才我来自的工 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 那她就问她说 你为什么要写这些 她就说 我觉得这一节圣经是非常要紧 那因为我们真的要抓住每一个时间 可以侍奉神的时候 我们就好好的服侍出 她说黑夜将到就没有办 黑夜是什么时间 也许就是环境不许可的 或者是你的身体已经没有力量了 或者是我们离开世界 也就没有机会再做主的工了 那这个就是那天姐妹所分享的这些圣经 可是到了第二年的时候 就看见她开始聚会就不太稳定 为什么这个姐妹又再去探访她 那她就说 这个姐妹就跟我们这个姐妹来分享 她说 我觉得我要赶快 在两年之内 我一定要把我的这个课程 我一定要把它修完 所以我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那另外 我必须要去打工 维持我的生活 所以她就忙到没有办法 可以再来聚会 那她说 等我毕业以后 我就会回教会来聚会服侍 那当然两年之后 终于她就盼到她回来 可是过了不久 她就结婚了 那结婚了还好 他们两个人都是基督徒 所以他们就继续的来教会 可是不久 一年以后 她就生了第一个孩子 那后来聚会又开始不稳定 又开始不稳定 当然也没有办法服侍 那这个姐妹又再去探访她 她就说 哎呀 现在等我孩子大一点 我们再回去 好好的服侍 好好的服侍 她就说 哎呀 带这个baby 带去聚会 很麻烦 很麻烦 这个大包小包的 还要拎着这个carry 要带着这个孩子出门 很不方便 所以呢 她就说 我跟上帝请假 跟上帝请假 所以她就请假 那后来呢 隔了一年多的时间 一年多是 她就听说 她又生了第二个儿子 第二个孩子 第二个孩子 所以就更忙了 就现在带两个小小孩 那就更忙了 更忙了 所以更没有办法聚会 那所以就这样子 拖拖 几年以后 听说她就开了餐厅 她这么忙 怎么有办法开餐厅 那所以这个姐妹又再去探访她 她就说 她说真的是 这个很贵贱神 贵贱神 实在是 这没有办法 因为生活的需要 在这边 就一直看见 同学都有很好的工作 她就觉得 她没有 她因为带孩子 就没有办法 有很好的发展 她说 最后她就想说 我可以开一个餐厅 我可以自己经营一个事业 她就说 我再请一段时间的假 就跟上帝继续的请假 她就开餐厅 那 看就这样子 一下子 就十年就过去了 十年就过去了 可是没有想到 有一天 她就听说 这个姐妹发生测祸 她就过世了 后来才知道 在一个圣诞节的晚上 她的餐厅开到半夜 十二点多打烊 她就关门 关门以后 她就拖着非常疲惫的脚步 就到停车场去 停车 就在这个时候 被一个酒驾 酒驾的一个人 就开车 就撞到她 就把她给撞死了 就撞死了 那这个姐妹 她就说 当她听见 这个姐妹被撤死 撞死 过世了 她心里非常的难过 她就想起 那个经文 在她座子上的经文 趁着白日 我们必须做到 才有来者的功 那这个黑夜降到 就没有人能做功了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到现在为止 我到现在 我没有办法忘记 这个故事 我要说给弟兄姐妹 真的 我们要趁着 有机会的时候 来可以服事的时候 赶紧来服事 而不是等到 我们方便的时候 方便的时候 我们再来服事 故弟兄姐妹 我们要看见 人生 时间不落 在我们的手上 趁着白日 白日就是机会还在 还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抓住 这个事件 我们要侍奉 我们的神 而不是 蹉跎蹉跎 等我有事件的时候 等我方便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告诉你 人生每一个阶段 都有不同的 不同的 不方便 你要等到你方便的时候 你就等不到 那个事件了 所以主主恩代 抓住我们 上帝使用那些 比较忙的人 我看见许多很忙的人 神就是要用忙的人 弟兄姐妹感谢主 我知道你很忙 上帝要用忙的人 当你愿意把自己摆上搜 你就有看见 你再忙 你都是 都是你的白日 弟兄姐妹 求主恩代 不要等到 黑夜来了 我们没有机会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再想要事奉 以前来不及了 感谢主 求主祝福你 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让我们 对对主说祝福 让我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那无论是要走到哪里 我就是要祝福 把祝福带给别人 把福音传扬出去 上帝祝福我们 记得这些日子 大家都在 很多的弟兄姐妹 在做幸福小组 也许你没有在其中 没有关系 你还是可以参与在其中 把你的被子带去 你去带去那边 去支援他们 弟兄姐妹 你知道你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可以存到永恒 祝与你同在 阿们